透过诸多比丘尼的贡献 也让台湾佛教得以传承发展 近新长老开示 比丘尼协进会为社会贡献良多 举办的活动一次比一次盛大 表示佛教的兴容 他并表示台湾佛教女众比男众多 因此台湾佛教需要靠女众法师传承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台湾比丘尼 对佛教贡献非常之大 台湾的佛教需要靠女众 常传承法师所领导的 比丘尼卫能够团结一致 不但存在民众界能够活着 甚至对使佛教能够有好的贡献 这是我对常传承法师的期待 希望常传承法师好好的领导 比丘尼协进会 希望他下面的这些五千次 大家呢 都能够从天协力 大家合作 把比丘尼协进会 做得更好 尽心长老更勉励新任理事长 常陆法师 期望比丘尼协进会 在常陆法师的领导下 能否日征会 团结合作 十方新闻 黄慧如幻凯杰 台中采访报道